国葬 一个十二月的清晨 天色阴霾 空气冷翘 寒风阵阵地吹掠着 台北市立殡仪馆门口 祭奠的花圈 白猝猝地排到了街上 两排三军一对 头上带着闪亮的钢盔 手里持着枪 分左右 肃力在大门外 街上的交通已经断绝 偶尔有一两部 黑色官家汽车 缓缓地驶了进来 这时 一位老者却住着拐杖 步行到 殡仪馆的大门口 老者一头白发如雪 脸须眉 都是全白的 他身上穿了一套 旧的藏青臂肌中山装 脚上 一双软底黑布鞋 他停在大门口的牌坊前面 仰起头 去起眼睛 张望了一下 礼顾陆军一级上将 浩然灵堂 牌坊上端挂着横额一块 老者助力片刻 然后住着拐杖 弯腰成了一张弓 颤巍巍地 往灵堂里 蹭了进去 灵堂门口 搁着一张写字桌 上面置了宴台 墨笔 并摊着一本白者签名簿 老者走进来 守在桌后 一位穿了新制服 侍从大班的年轻执事 赶紧做了一个手势 请牢者签名 我是秦义方 秦副官 老者说道 那位年轻侍从 却很有礼貌地 递过一支 占保了墨的毛笔来 我是李将军的老副官 秦义方板着脸 严肃地说道 他的声音 都有些颤抖了 说完 他也不带那位年轻侍从搭枪 静字住着拐杖 一步一步 往灵堂里走去 灵堂内疏疏落落 只有几位提早 前来吊咽的政府官员 四壁的碗帘挂得满满的 许多布长地拖到地面 给风吹得漂浮了起来 灵台 在唐中灵台的正中 悬着一副李浩然将军 穿军礼服 满身配挂勋章的遗像 左边却张着一副 绿色四星上将的将棋 台上购买了鲜花水果 香桶里的檀香 早已阴晕地生了起来 灵台上端 一块匾额却提着 整面熏有四个大字 秦义芳走到灵台前端站定 勉强直起身 做了一个立正的姿势 站在灵台右边的那位司仪 却举起了哀来 唱道 一句功 秦义芳也不按规矩 把拐杖撂在地上 挣扎着扶身 便跪了下去 喝了几个响头 抖索索地 撑着站起来 直喘气 他扶着拐杖 物质立在那里 掏出手帕来 对着李将军的遗像 又饮鼻涕 又抹眼泪 他身后早立了几位官员 在等着致计 一位年轻侍从 赶忙走上来 扶着他的手绑 要引他下去 秦义芳猛地 挣脱那位年轻侍从的手 回头 恨恨地 等了那个小伙子一眼 才静字 住着拐杖 退到一旁去 他瞪着那几位 在灵堂里穿来插去 收拾的 投光脸镜的侍从 一股怒气 像盆火似的 便扇上了心头来 长官真是让这些小野种 害了的 他心中恨恨地咕噜着 这几吃屎不知相臭的小王八 哪里懂得照顾他 只有他秦义芳 只有他跟了几十年 才摸清楚了他那一种 嗷妞脾气 他白问他一句 长官 你不舒服吗 他马上就黑脸 他病了 你是不能问的 你只有在一旁 悄悄留神守着 这骑小王八糕子 他们哪里懂得 前年长官去花莲打野猪 爬山滑了一跤 把腿摔断了 他从台南赶上来看他 他腿上绑了石膏 一个人孤零零地 靠在客厅里沙发上 长官 你老人家也该保重些了 他劝他道 他把眉头一束 脸上有多少不耐烦的模样 这些年没有仗打了 他就去爬山 去打猎 七十多岁的人 还是不肯服老呢 秦义方朝着李将军 那副遗像又丑了一眼 他脸上还是一副 倔强的样子 秦义方摇了一摇头 心中叹道 他成了一辈子的英雄 哪里肯随随便便 就这样倒下去呢 可是怎么说 他也不应该抛开他的 秦义方 台南天气暖和 好养病 他对他说 他倒嫌他老了 不中用了 得了哮喘病 主人已经开了口 他还有脸 在公馆里赖下去吗 打北伐那年起 他背了暖水壶跟着他 从广州打到了沙海关 几十年间 什么大风大雪 都还不是他秦义方 陪着他渡过去的 服侍了他几十年 他却对他说 秦义方 这是为你好 人家提一下 李浩然将军的副官 他都觉得光彩得不得了 一个白发苍苍的老侍从了 还要让自己长官这样撵出门去 想想看 是件很体面的事吗 住在荣民医院里 别人问起来 他彩都不彩 整天 他都闭上眼睛装睡觉 那晚 他分明看见他骑着他那匹乌云盖雪奔过来 向他喊道 秦副官 我的指挥刀不见了 吓得他滚下床来一身冷汗 他就知道 长官不好了 莫看他军队带过上百万 自己连冷热还搞不清楚呢 夫人过世后这些年冬天夜里常常还是他爬起来替他把被盖上的 这次要是他秦义方还在公馆里 他就不会出事了 他看得出他不舒服 他看得出他有病 他会守在他旁边 这批新人 这批小野种子 是很有良心的吗 听说那晚长官心脏病发 他倒在地板上跟前一个人都不在 连句话也没能留下来 三居公 思义畅道 一位披麻带笑 架着一副眼镜的中年男人走了出来 也跪在灵台边 频频向到吊咽的客人答谢 少爷 秦义方颤巍巍地赶着蹭了过去 走到中年男人面前 低声唤道 少爷 我是秦副官 秦义方那张皱成了一团的老脸上 突然展开了一抹笑容来 他记得少爷小时候 他替他穿上一套军衣马裤 一双小军靴 还扣上一张小军披风 他拉着他的手 急急跑到操场上 长官正骑在他那匹大黑马上等着 大黑马身后却立着一匹小白鞠 两父子梳的一下 便在操场上跑起马来 他看见他们两人一大一小 马背上起伏着 少爷的小披风吹得飞扬起来 当少爷从军校装病退下来 跑到美国去 长官气得一脸铁青 指着少爷喝道 以后不必再来见我的面 长官他 秦义芳伸出手去 他想去拍拍中年男人的肩膀 他想告诉他 父子到底还是父子 他想告诉他 长官晚年心境并不太好 很想告诉他 夫人不在了 长官一个人在台湾 也是很寂寞的 可是秦义芳却把手又缩了回来 中年男人抬起头来 瞅了他一眼 脸上漠然 好像不剩相识的模样 一个穿戴的很威风的主级将官 走了上来 顷刻间 林堂里黑压压的扫站满了人 秦义芳赶忙退回到林堂的一角 他看见人群里 一排一排许多将级军官 名神摒弃的 肃立在那里 主机官把纪文高举在手里 操着嘹亮的江浙枪 很有节奏的 送补起来 缓缓上将 实为阴阳 至身革命 韬略堂堂 北伐云从 帷幄江场 同仇抗日 仇比赞乡 纪文一念完 功绩便开始了 首先是陆军总司令部 有一位三星上将 上来主祭献花圈 他后面立着三排将官 都是仪式大礼服 佩戴得十分堂皇 秦义芳俱起眼睛 仔细地瞅了一下 这些新生起来的将官们 他一个都不认识了 接着三军各部 政府各院 络绎不绝 纷纷上来致计 秦义芳踮起脚 昂着头 在人裙子里 尽在寻找熟人 找了半天 他看见两个老人 并排走了上来 那位身穿 藏青断袍 外照马褂 白须白染 身量硕大的 可不是张司令吗 秦义芳往前走了一步 眼睛滴成了一条缝 他一直在香港隐居 竟也赶来了 他旁边那位抖锁锁 病烟烟 由一位老仓头扶着 只有手帕开眼睛的 一定是叶夫司令了 他在台北荣民医院 住了这些年 居然还在人世 他们两人北伐的时候 最是长官底下的红人了 人都叫他们 刚军司令 两个人在一块 只是交赞孟良 做了好多年的老搭档 刚才他还看到 他们两个人的晚帘 一段病牌挂在门口 郎庙足千秋 绝藤运筹 不恨黄金油未灭 汉贼不两立 孤中大义 岂容轻矢 敬城辉 张剑敬晚 官河百战 长流不朽薰林 拒吹武藏秋风 举世同碑 贞俊杰 邦国两分 人见无穷灾祸 闻到 夜霸林夜裂 何人怨起 顾将军 夜辉敬晚 我有三元猛将 长官曾经举起三只手指 十分得意地说过 张剑 夜辉 刘航 奇 可是这位满面悲容的老和尚 又是谁呢 秦义芳住着拐杖 又往前走了两步 老和尚身披悬色袈裟 足得盲血 脖子上挂着一串英红念珠 站在灵堂前端 合掌三败 翻身便走了出去 副长官 秦义芳脱口叫了出来 他一眼瞄见老和尚后颈上 一块巴掌大的红巴 他记得清清楚楚 被罚龙坛打孙传芳那一仗 刘航旗的后颈受了炮伤 躺在南京疗养院 长官还特地派他去照顾他 那时刘航起的气焰还了得 又年轻又能干又得宠 他的部队竟打胜掌 是长官手下头一个得意人 铁军司令 军队里提着都炸舌头 可是怎么又变成了这副打扮呢 秦义芳赶忙三脚两步 住着手杖 一颠一拐地穿着人堆 追到灵堂外头去 副长官 我是秦义芳 秦义芳扶着手杖 弯着腰 上气不接下气 喘吁吁地向老和尚招呼的 老和尚止住了步 满面惊讶 朝着秦义芳上下打量了半天 才迟疑地问道 是秦义芳吗 秦义芳给副长官请安 秦义芳跟老和尚做了一个衣 老和尚赶忙和长还了礼 脸上又渐渐转为悲弃起来 半晌 他叹了一口气 秦义芳 唉 你们长官 说着老和尚竟哽咽起来 掉下了几滴眼泪 他赶紧用袈裟的宽袖子 问了一问眼睛 秦义芳也掏出手帕 狠狠醒了一下鼻子 他记得最后一次看到流行旗 是好多年前了 流行旗只身从广东逃到台湾 那时他刚被隔出军级 到公馆来参拜长官 给巴鲁俘虏了一年 流行旗整个人都脱了形 一脸枯黑 毛发尽摧 身上瘦的还剩下一把骨头 一见到长官 颤抖抖地喊了一声 好功 并泣不成声了 横旗 辛苦你了 长官红着眼睛 一直用手拍着流行旗的肩膀 好功 我非常惭愧 流行旗一行咽气 一行摇头 这也是大势所趋 不能深怪你一个人 长官深深地叹了一口气 两个人相对黯然 半天长官才悠悠说道 我以为退到广东 我们最后还可以背水一战 张剑叶辉跟你 这几个兵团都是我们的子弟兵 跟了我这些年 回到广东保卫家乡 大家死拼一下 或许还能晚飞颓势 没料到终于一败涂地 长官的声音都耿住了 十几万的广东子弟 尽丧敌手 说来 唉 真是叫人痛心 说着两行眼泪 竟滚了下来 好功 牛行旗也满脸泪水 凄脸的叫道 我跟随好功三十年 从我们家乡开始出征 北伐抗日 我手下士族力的功劳 也不算小 现在全军覆没 败军之将 罪该万死 还要受尽敌人的侮辱 好功 我实在无言 再见江东父老啊 流行旗放声大痛起来 大陆最后撤退 长官跟张司令 叶夫司令三个人 在海南岛龙门港八贵号 兵界上 等了三天 等流行旗和他的兵团 从广东撤退出来 天天三个人都并立在甲板上 盼望着 直到下了开船令 长官游自 请着望远镜 频频往广州湾 那边瞭望 三天 他连眼睛 也没合过一下 一脸憔悴 纵然间 好像操恼了十年 你们长官 他对我 唉 老和尚摇了一摇头 太吸了一声 转身 便要走了 副长官 保重了 秦一方往前 赶了两步教导 老和尚头也不回 一吸悬色袈裟 在寒风里飘飘夜夜 转瞬间 只剩下了一团黑影 名堂里哀悦大走 已是起零的时分 宾馆馆门口的人潮 抖得分开两边 陆军一队刀枪齐举 李浩然将军的邻果 有八位 一队军官扶持 从灵堂里移了出来 灵鹫上覆着 青天白日起一面 一辆一杖 一辆一杖队吉普车 老嫂开了出来 停在宾仪馆大门口 上面助力着一位称骑兵 手举一面四星将棋领队 接着便是灵车 李浩然将军的一项 树立车前 灵鹫一扶上灵车 一些直扶送兵的官员们 都纷纷跨进了自己的轿车内 街上首尾相弦 排着一条长龙般的黑色官家汽车 维持交通的警察宪兵 都在街上吹着哨子 指挥车辆 秦英方赶忙将一条白马 笑带胡乱系在腰上 手拨开人群 住着拐杖 急急蹭到灵车那边 灵车后面停着一辆 敞篷的十轮卡车 几位年轻侍从 早已跳到车上 站在那里了 秦英方学到卡车后面 也想爬上扶梯去 一位宪兵马上过来 把他拦住 我是李将军的老副官 秦英方急切地说道 又想往车上爬 这是侍卫车 宪兵说道 用手把秦英方拨了下来 你们这些人 秦英方倒退了几个踉枪 气得干液 他的手杖在地上狠狠 顿了两下 颤抖抖地便喊了起来 李将军生前 我跟随了他三十年 我最后送他一次 你们都不准吗 一位市卫长赶过来 问明了原由 终于让秦英方上了车 秦英方吃力地爬上去 还没站稳 车子已经开动了 他冬爹西撞乱晃了几下 一位年轻侍从赶紧揪住他 把他让到车边去 他一把抓住车栏杆上 一根铁柱 勾着腰 喘了半天 才把一口气透了过来 迎面一阵冷风 把他吹得缩起了脖子 出殡的行列 一下子便转到了南京东路上 路口有一座用松枝扎成的高大的牌楼 上面横着用白菊花坠成的 礼顾上将浩然之丧几个大字 灵车穿过牌楼时 路旁有一支部队正在行军 部队长看见灵车驶过 马上发了一声口令 敬礼 整个部队士兵输的都转过头去 朝着灵车行注目礼 秦义方站在车上 一听到这声口令 不自主的便把腰杆挺硬了起来 下巴和杨起 他满面严肃 一头白发给风吹得根根倒数 他突然记了起来 抗日胜利环渡南京那一年 长官到紫金山中山林去夜林 他从来没见过 有这么多高级将领聚在一块 张司令 叶夫司令 刘副长官都到齐了 那天他充当长官的侍卫长 他穿了马靴 戴着白手套 宽皮带把腰杆子扎得挺挺的 一把擦得污亮的左轮憋在腰边 长官披着一袭军披风 一柄闪亮的指挥刀 斜挂在腰际 他跟在长官身后 两个人的马靴子 在大理石阶上踏得脆响 那些诸位部队都在林前 排得整整齐齐的等候着 一看见他们走上来 轰雷般的便喊了起来 敬礼 1970年冬于美加州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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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